跨年演唱会唱得正嗨 有三名男子骑着机车 在舞台远处看表演 看到警察三名男子讲话结结巴巴的 因为他们身上酒味很重 结果一检测酒测值超标 事发在南投 12月31号跨年夜 三名男子喝了酒又骑车到晚会看表演 结果被警察抓包 下场就是被带回警局倒数跨年 而类似的情形还有这里 远警跟男子因为要不要酒侧 在路边大声护杠 男子说自己没喝酒 因此拒绝酒测 结果被原警开了一张18万元的据测罚单 那你侵犯到我人生了 我不能找律师来吗 要过年了 你害我还要一条十八万 我现在怎么负担不起了 事发在嘉义 跨年夜 元旦凌晨两点多 事后警方表示 因为接获报案 有人酒驾闹事才会到场了解 没想到这名男子不愿配合酒测 只是律师也说了 警察本来就有权酒测 至于男子说的 远警拿着手电筒照来照去 还照他的眼睛 其实从密录器看来 过程没有不当 18万元的罚单 男子最后决定分析缴款 不过会向警政署申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